大家好,我是男力哥,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吃了這麼多次快餐,今次我都要轉口味 今次我是試吃,試麵上有兩款限時口味的雪糕 一款是來自Family Mark,另一款是來自711 這邊是主打比利士巧克力的雪糕 另一邊是一個創新路線 應該是主打酸辣的一款雪糕 所以現在將會帶大家去見識一下這兩款雪糕 哇,發射,謝謝謝謝 這款雪糕 味道很複雜 吃起來是酸的,因為會甜 因為甜味吞來後,有一個辣味流出來 所以,是有點一個層次的 但我吃完就沒做 它是蒸的芝麻 謝謝 謝謝 對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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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嘗嘗! 試過做兩款雪糕 現在我給大家一點 feedback 我先給大家解釋的Family Mark雪糕 它是主打比利時的巧克力雪糕 我也是做些資料 是關於比利時的巧克力 都是世界文明的 所以現在它主打用那個比利時的巧克力加入它們的雪糕 我吃開之後給到我的感覺是比普通市面上的巧克力的雪糕更有巧克力的味道 怎樣解釋呢? 就像我們平時吃的巧克力的巧克力的雪糕 很多都是偏甜偏甜的巧克力的味道 但是你吃下去的時候你會覺得有點不一樣 它的巧克力的味道比較濃 可能這就是主打比利時巧克力的原因之一 所以它的巧克力是比一般的巧克力雪糕好一點 另外這一層那個7-11推出的酸辣雪糕 我吃完之後它給了一個感覺是很新的 很創新的感覺 因為之前我沒有接觸過可以在雪糕裡體驗到那種辣味 所以這個雪糕剛才我也簡單講過 一開始入口的時候你會感覺到酸酸的 然後酸喉帶甜 甜了之後 你吞下吐的時候 你喉嚨頂到那裡才會忍忍的藥 又感覺到一種辣的刺激感 所以它是分三個層次的 所以如果是 作為評分來說 兩款雪糕都各有千秋了 但是在這兩款雪糕 它不是全部地方都可以買 作為評分之類的 大部分的外出 你也可以買到只有一間是沒有的 但是7-11這個真的有點難度 因為我吃這款雪糕 其實我去到差不多4-5間 才找到某一間7-11有買的雪糕 因為其實它的網站 它也有說過 是指定的一些雪糕 但是 因為我剛好試吃那天 是在某一間雪糕 然後整個雪糕 就只有某一間 其他一間有 而且它有沒有 很明確地解釋哪一間 有買的雪糕 因為某一間雪糕 也有很多雪糕 所以 花了些時間 才能嘗試到這款雪糕 所以 如果大家一留意我的影片 都會看到 那份量給到的方面 是 那個 社門利文 不知道是否那個員工 他不太懂得 吃的 或者其他原因 他給到我的份量 比較大 所以我也覺得 社門利文好像比較便宜 是很普通的 所以 如果是說 底質方面 我反而覺得 好像社門利文 高分 最後評價 這兩款雪糕 就是 Family Mark的 比利時雪糕 它偏向精益求精 它在 雪糕裡面 達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所以 它僅用 比較高級的材料 來製造它的雪糕 而 社門利文方面 它走一個 比較創新的路線 它希望 可以讓我們大眾 體驗到一些 不同的 感覺 來製雪糕裡面 所以才走一些 雪糕的路 所以 兩款雪糕 我也是 值得 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 想嘗試的話 可以上網做一些 resource 希望你們附近的 Outlet 可以找到 這兩款雪糕 所以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 幫手 like subscribe 因為有你們的支持 我希望有更加的動力 去做更多優質的影片 給大家看 所以 thank you bye bye